现在时间七点整 文化、文化、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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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程是到目前为止 在台湾外国人在十九世纪末 从台湾的尾巴屏东走到台东 从沿路上所看到的地理风景 人文情况 人种 人类学 植物学 生物学方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所以发哥会用好几天讲的原因在这里 好 他们来到了资本社 资本社他们到达资本社的时候 这个资本社是个大社他们来的前几天 资本社和李家旺社刚刚发生过一场战争 巨大的战争 资本社和李家旺 李家社本来是同一家 本来是同一个族同一家 但是因为以前的大头目在资本社 但是逐渐的资本社的头目在衰落下来 这个旺家社 李旺家社就是现在的立家村 正在兴起 势力比较大 结果弄了两边就有一些冲突 有冲突以后 他们打了一仗 这场战争是很有名的战争 原住民很少都部落和部落公开约好了 在整个资本西的河床上打一场决战 资本社当然也是很骁勇三战 李家社更会打仗 本来是公平的双方摆出人马 在河谷上打一仗 结果资本社派了另外一支军队 被埋伏在山坡上冲下的东西彻翼攻击 这场战争原来还有一些 一些人看到的这个这个战况还有描写下来 李家社的人死了149个人 资本社的人死了8个人 这个胜负差太远了 李家社的人本来都很骁勇三战 竟然战死了149个人 而资本社的人 占死亡了8个人 但是李家社的人就非常生气 他说我们讲好了两个正面对这个河床上对决 你们怎么派一个图局队同撤印来攻击我们 李家社就很卑鄙 所以打完这场战争没有解决问题 讲好的这个决斗 这不是定孤极 是团队对团队打仗 打完以后 李家社的人非常的不服气 还要报复 随时想要找个机会回来报复 资本社的人当然会非常紧张 刚好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场战争才打完两三天 泰勒和这个潘文杰 22个人进入到资本社 你像资本社都没有驾驶 不要看过 这个人是什么 是李家社派来的间谍吗 还是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 所以刚刚打完战争在敏感的时候 潘文杰他们和这个泰勒进入这个部落 资本社的人马上就把他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刚好资本社的大头目不在 他山里面就山里面去了 一些年轻人就包围住泰勒 我们说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是什么人 对我们有什么目的 潘文杰毕竟是廊桥十八社 下廊桥十八社的大头目 他的穿着他的样子 一看也知道是贵族 而且那个样子有个大的架势 他说我是下廊桥十八社的大头目 我们只是来台东 看一看有一些事情来走一走 但是资本社的这些年轻气盛的 刚打过战 怎么会相信他们这个话 而且你们带着一个红毛翻来 你说你是贵族 你是南台南台湾的贵族 你是南台湾的战士 你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枪 都闪亮的枪 你们真的是战士吗 这些资本社的年轻人 就要挑战 如果你是战士 那我们来打把比赛 我看看你枪滑行不行 如果你枪滑不行 你就不是战士了 你就故意来 我们就叫我们 我们就不客气啊 后来我们就变成绷紧了 然后开始呢 射击比赛就开始了 他们用这个槟榔叶子 做一个花圈一样 弄个小小的圆圈 然后中间放一块黑的木筛 把这个槟榔叶子包的那个 像花圈一样的一个木筛呢 还有连那个都变成一个把 打把的把 拉得远远的 好你来打 你来打打看 看证明你是不是勇士了 他来一看了 我先来打了 他就把那个来湖枪拿起来 一枪 正中 正中红心了 他吓一跳 这个资本社人 吓一跳 哦 就神枪锁了 这边资本社也派一个年轻人 把枪拿起来 砰 又打到中心 结果潘文杰下来 拿一枪 砰 也是中心 哦 大家都神枪锁 本来对他们是非常的提防 非常的 警戒心 这一打把比赛开始呢 就充满了笑声 充满了互相较劲的味道 有些年轻人一冲动啊 就把他把路罐里面 那个铜钟啊 铁器的铁钟啊 敲都 双双双双双 只要有人打中了 他就敲一下了 表示庆祝了 但是这个行为呢 把整个部队人吓坏了 为什么 因为前两三天 刚刚和那个 李家旺舍的人 打过仗啊 老百姓在山里面 工作不知道啊 部落的人不知道 听到钟声 那以为呢 又打仗了 他们又攻进来了 大家通通回来 集合在这个 把路罐里面了 包围着这个 这群太太太这群人 他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去报告大头目 大头目就下来了 下来看了以后 看到潘文杰呢 他那个装扮 就是台湾的贵族的装扮啊 当时台湾贵族 台湾主的阶级很分明的啊 这个人不是开玩笑的 那种 那种大头目的气势 大头目的装扮 那只有 超 超这个 社群的 好几个社的 总头目 才有这个气势啊 再看看这个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英国人 在原住民的眼中 英国人 美国人 和那个 荷兰人啊 是统一 统一批的 荷兰人曾经到花莲台东 去那边 统治过他们几个部落 在那边开过东部会议啊 荷兰人曾经到花莲台东 统治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因为荷兰人带给他们火枪 带给他们很多科学 他们反而对红毛人啊 对荷兰人非常的怀念 这个不只是在台东的原住民怀念呢 你看看碧麒麟后来到了这个 万金天主堂 万金天主堂的人 阿婆呢 洗脑服务都跑来看这个 碧麒麟 问她说 你是不是荷兰人的后代啊 你是不是红毛人 又回来了 那阿婆呢 还会讲一点 荷兰的红毛话 但是呢 发现她和这个碧麒麟 讲话讲不通啊 她说哦 很失望的 他们不是红毛人 那一批人啊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啊 这个大头目 看了这个 从南潘湾来的 潘文杰 十八社的总头目 在看到红毛人 就把他们通通 带到家里去庆祝了 那互相庆祝的时候呢 后大家喝酒 摆了非常盛大的酒宴 喝酒 然后互相的 在那边 交换一些情报 特勒在这里描写的时候 特别描写了 资本社的头目 和资本社的 底下的年轻人 互相敬酒的那种礼貌 他说对方都是 每一个人拿一碗酒起来 和头目敬酒 他 你所拿的那个 那碗酒 递到 这个头目的嘴巴里面 头目把它整碗喝完 头目同时 一 成一碗酒呢 递到对方的嘴巴里面 把酒喝完 喝完以后呢 再把手掌和手掌握着 握着头目的手掌 拉过来 用嘴 轻一下 再把手掌拉回去 他这个描写的 非常细腻 你就可以看出来 资本社的人 对头目的尊敬 所行的礼 其实我们看了 这个行礼 有点像 欧洲的那些 欧洲的武士 当初骑士 和那个国王行礼 的意思很像 只是说骑士 是单脚下跪 领主呢 按一把剑 按到他肩上 他们是用手掌 把他拉过来 用嘴巴轻轻轻的 又再 把他放回去 接下来 这段描写 就很有意思 他说呢 这个时候呢 资本社的大头目 他有一个女儿呢 嫁出去的女儿呢 他的女婿死了 这个女儿所寡 长得蛮漂亮的 就回来 家里呢 那寡妇呢 这个头目 看到他女儿 然后看到红毛人来 都对红毛人特别好 一直劝他的女儿出来呢 劝酒 让特勒喝酒 而且一直给他 夸奖 我女儿多漂亮 多娴熟 再怎么样 好像推荐 他的女儿给他 他说他的女儿呢 接着带了几个 部落的女性出来 族人出来 递给每一个人的冰榜 递给每一个 每一个人一包 一个冰榜 这个冰榜啊 就是用牢业包着 里面弄上石灰 然后一个冰榜 那像我们 小时候看到的 现在那个老人家 吃冰榜 我阿嬷吃冰榜 吃到六七十岁 吃到六七十岁 牙齿剥不动 弄不动 还用那个冰榜 冰榜 啾呢 去用 把它搅碎 这样吃 吃冰榜 吃到七八十岁 我阿嬷后来是 到一百零四岁才过世 但冰榜呢 变成是一个礼貌 所以台湾人后来 汉人 台湾人 汉人 什么东西 要说事情 都要冰榜 吃到桌上 那就是 贫扑组 跟原住民学的 吃冰榜 到一个部落里面 吃冰榜 是代表一个礼貌 你不能拒绝 所以看到头目的女儿 端了一把冰榜出来 递给每一个冰榜 递给每一个人 那特勒通来没有吃过冰榜 他不敢吃 想要推迟 潘文杰偷偷给他答案 你这个冰榜 你不能不吃 不吃不礼貌 不行 所以他勉强把那个冰榜 拿一个冰榜来吃 他说冰榜 一放在嘴里面一搅 就觉得舌头 嘴巴都整个麻 他说 描写外国人 描写的冰榜 他说这个 他还勉强能够忍受 接下来这个他就不能忍受 他说不能忍受是什么 这个头目的 做寡妇的女儿 把冰榜放在嘴里面 薄薄的 搅一搅再拿出来 递给特勒 要拉他 要照他 把搅过的冰榜 再拿来搅 特勒说 这个我不敢 但是那个 旁边的潘文姐 把他接过来 放在嘴巴里搅 你不知道 那女人 搅过的冰榜 是最香的 他就表示 对这个女人有意思 他是对你有意思 在冰榜搅一搅 要再递给你 好 特勒说 我受不了这个理 这种 这个理 花哥告诉你 花哥就碰到 他在文杰卫工作的时候 常常到 花联季参加 阿美祖的祭典 参加阿美祖的祭典 下去跳舞的时候 要背一个爱琴袋 爱琴袋背 什么叫爱琴袋 爱琴袋就是放冰榜的 他们的习惯 在跳舞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 如果喜欢上那个男的 会偷偷的把冰榜 放到他的冰榜袋里面 那男孩子就知道 那个女孩子喜欢我 才会偷偷把冰榜 在跳舞 跳到一半的时候 把冰榜 走过来偷偷递 放在我袋子里面 就知道他对你有意思 花哥去参加跳舞 和他们阿美祖跳舞 不知道跳过多少次 从来没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 送给我冰榜 都阿伯啊 都阿伯啊 都阿伯给我送冰榜 都超过六十回的阿伯呢 送冰榜放在我冰榜袋里面 花哥是祖母杀手啊 不是少女杀手 那阿伯啊 阿伯都送一堂冰榜给我 我有一天在住在 真的一个 比较少年 四十几岁 四十几岁 还说两年岁阿美祖的妇女啊 冰榜搏搏的 带我搏啊 我怎么搏这东西 比较阿美祖的朋友说 你没人跟他接下来 无礼猫呢 他是在我们这个社里面 辈分很高的呢 花哥呢 就闭着眼睛啊 把冰榜拿过来都给他搏了 那么这个礼貌到今天在花莲呢 还有这样的阿美祖母某些部落 还有这个习惯呢 特勒就描写到说 这个头目的女儿所寡 可能喜欢上特勒 就把冰榜搏搏的搏到一搏 拿着搏着搏下去了 那整个呢 晚上啊 就在一个唱歌跳舞 喝酒喝一堆的过程里面 喝得大家忙忙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这个头目就问他说 你我们这边以前啊 有一群红毛人啊 就荷兰人 曾经住在这里 啊对我们不错啊 啊后来他们所有的红毛人 都坐着船离开了 啊离开了 在我们的祖先祖先的时候 有这个传说一直传下来 那你是不是那个红毛人的后代了 你知道荷兰人到特勒 去那边的时候 已经相差三百年了 特勒给他讲 想要给他解释说 我不是我是英国人 我不是荷兰人 但是潘文杰抢着给他讲 对对对他就是红毛人的后代 因为他知道潘文杰在南台湾比较知道 他有参加过罗妹号事件啊 所以知道这个外国人有好几种啊 但是他知道也知道原住民对荷兰人 有好感啊 对红毛人有好感啊 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之下呢 潘文杰赶快给他抢着给他回答说 对他就是红毛人的后代啊 这个资本社的头目听到他是 荷兰人的后代啊 又重新回来两三百年 祖先从传授的红毛人又回来了 非常高兴 更加的高兴 不断的劝酒 不断的跳舞啊 而且呢 有意思的是 整个酒宴到深夜才结束啊 那头目有点暗示呢 他可以住在他那个所寡的女儿的房间啊 他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军官杂账听不懂 什么意思啊 他说他不要 他说不要 他杂账酒醉呢 他说我就睡在那个八路罐呢 年轻人这个 这个集会所里面其实没睡觉 这里面描写一个很生动的 就是睡在八路罐里面呢 厚 在跳蚤之多啊 跳蚤又大只啊 那个跳蚤呢 连我穿得很厚的毛毛笼 都会刺进去吸血 去着饱饱的才离开了 这会儿也慢着呢 快到电报忙 快到狗狗饼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吧 89.3 快到华当 98.3 快到配偶 96.7 快到红虾 91.3 快到台湾 政策武汉 快到任报忙 快到台湾 政策武汉 快到任报忙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 法哥呢 法哥今天讲 这个 19世纪1887年 英国的特勒 和 狼桥 下十八社的 总统墓 潘文杰 从 屏东走路到台东的 探险的一个记录 非常动人的记录 而且在人类学 在台湾的历史 或地理学 都很重要 这本 这本文章太重要 这个特勒写到 那天晚上 睡在那个 把路罐 少年集会所里面 他描写到 这个资本社的 把路罐里面的 跳蚤 有多恐怖 躺下去没多久 他说 这里的跳蚤 像蜘蛛这么大 嘻嘻说说呢 他听得到那个 跳蚤 靠近身体的声音呢 他是穿着 军装的 这个 法龙子的衣服 再躺下去睡觉 但是这个 跳蚤 多可怕 他的嘴 尖尖的刺呢 还竟然可以 穿过我厚厚的 法龙蓝的 这个衣服的 外表来 刺到我 肉里面去 吸血 整个晚上啊 都被跳蚤 这样子 骚扰的 根本没办法睡 他说资本社的人 就奇怪 难道他们在这里 睡觉的时候 他们这么多 跳蚤 来吸他们的血 他们都能够忍受吗 他们都每一个 拔蚤 他们的 风俗习惯 就是年轻人 都在那里睡 那么多跳蚤 跳蚤 越来越多 多到呢 好像灰尘一样 晚上出来 都整群出来的时候 实在 大家实在受不了了 就把这个拔蚤罐 放一把火 把它烧掉 再另外盖一个 再盖一个新的 拔蚤罐 这个是这边 资本社的习惯 他讲的最重要的 不是这个跳蚤 他帅到快天亮的时候 资本社那个头目 昨天晚上 请我喝酒 喝得大醉的 那个资本社头目 突然来找我 找我干嘛 他偷偷的私下告我 说 你是红毛人 真的吗 他说 是啊 我是红毛人 你能不能把一些 火药子弹卖给我 我知道你们红毛人 有买不完的火药和子弹 你们都会供应 我们这里 被清朝 现在清朝来 把我们管理 清朝的官 怕我们造反 都限制我们火枪 火药和子弹的数目 但是我们要上山去打猎 打野猪 打鹿 打山羌 山羊 或者甚至黑熊 我们就要有 猎枪的子弹和火药 我们刚有枪 没有子弹和火药 要哪里打猎呢 清朝的官府 在外面 限制很严 不准给我们 只限量 给我们 有限量的火药和子弹 他们把火药和子弹 拿去呢 和别族打仗 或者甚至和清朝的士兵 打仗 听说你们红毛人 有供应不完的火药和子弹 我能不能给你买 然后他告诉他说 我没有办法 我这次来 匆匆忙忙来 我那边也没有火药和子弹 可以卖给你 头目就显得很失望 你们红毛人不是有 卖不完的火药 卖不完的子弹吗 以前我祖先都带在这样相传 原来是假的 他说是 我也没有足够的弹药和子弹给你 那个头目就很失望的 就离开了他住的地方 接着呢 特勒和潘文杰呢 他们说呢 我们目的地是要去宝尚 宝尚就是去台东 台东市啊 台东市以前叫做宝尚 所以你去到台东市 去问当地的人叫做宝尚 他们也知道 他们就是叫宝尚 所以他们很多地名啊 很多街名都还是用宝尚 宝尚来称那个古地名 他说我要出发往宝尚去呢 头目的女儿呢 还第二天早上 我看到换了汉人的服装啊 换了换人的服装 他以为换过汉人的服装 他这样 看起来会更妖媚 更漂亮啊 后来呢 他还一直跟随 我到那个宝尚啊 他旁边 有个年轻的女儿子 一直说服我 一直暗示我呢 你可以娶她当太太啊 但是 太乐讲了 我对这个没有兴趣啊 所以一直 敷衍他啊 那么特勒还在讲 资本这个地方啊 环境非常的优美啊 所以现在是 资本温泉的所在地嘛 资本底下的资本溪 我发哥以前去资本泡温泉以后 啊 发哥有个朋友在那边有个房子嘛 在那边泡温泉 在那边住个晚上 傍晚我都喜欢在资本溪底下呢 去散步啊 啊 在那边呢 到了傍晚以后 四处都是夜阴的名叫 那夜阴在河床山公 疾疾疾的叫个不停啊 非常安宁安静 然后听到夜阴的鸣叫 听到流水的声音啊 整个那个忧愁啊 就失敌了 但是资本啊 今天就大家 因为这温泉官员啦 你这么回家不平行啊 家得越 passionate 越消 сейчас 越got 越浸落到河床里面去 把自然生态破坏通sten 所以上次8.7水灾来的时候呢 这水因为河道被你们 里馆啊 豪华的里馆占据啊 结果这个水 这河道里面被 受到这个楼房的阻拦 但是你楼房盖的再大 那个大的资本大饭店再大 你也挡不住那个水流的冲击力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在想 大家都有印象 电视台面播出来 八七水灾的时候 水冲下来 那整个资本大理馆 整个在镜头里面倒下去 倒到河里面那种印象 很震撼 所以整个资本现在的环境 和特勒 一百多年前来到这个地方 团境的描写就差太远了 现在就破坏太多 而且资本西有一个最有名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这很可惜 我知道我们二十多年 还没到三十年 去做原住民的调查 来到这里吃毛蟹 那资本西到了秋季的时候 那个毛蟹非常多 毛蟹 有了 有这个暴卵 吃毛蟹就很平常的事情 去到原住民朋友的家 我的毛蟹一堆 吃贵也都吃毛蟹 但是现在去呢 很贵 因为毛蟹被抓光了 有一些部分的人在那边养毛蟹 那不好吃 所以整个生态破坏以后 属于资本西的独特的毛蟹 独特的一些物产 也都没了 加科学 你在开发的过程里面 不小心去破坏它的生态 整个生态结束以后 整个附属于生态来的一些资产 也都消失了 都变成一个连环的 一个崩坏的状态 贾科学 那我们现在看看 130年前 泰勒的时候描写的资本 资本西 才有点水 没什么海外线山 这个感觉 其实台湾本来 日本这些所在本来就这么水 那么这里面 泰勒描写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他说 看资本社的人的脸孔样子 泰勒讲说 我猜测资本社的人 应该是从琉球来的 他那个脸型 有点像北方的 琉球北方的岛屿 甚至是宫古岛来的 这里面 这篇文章的欢意的人 是我好朋友刘克湘 刘克湘翻译到这里以后 特别给他做瓜服 说这是泰勒自己 特勒泰勒自己猜测的 这本社的人 怎么和宫古岛的人 怎么会有关系 没有任何历史资料 证明他们有关系 这本书已经是 方哥现在讲的这本书 已经绝版了 刘克湘当时 这本书 二三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由智力晚报出版社出版的 听说我最近 听他们讲要重新再出版 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历史的变化 你知道吗 现在越来越证明说 一百多年前 泰勒讲的东西 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 这几年 日本的宫古岛的人 有非常多的考古学家 发现他们的祖先 是来自于花莲海台东 为了证明他们古老的传说 还有从考古学挖上来的东西 他们组了一个人类学的队 和阿美族的一些人 从台东出发 划那个船 经过一两天以后 果然就划到了宫古岛 而且很准确的就到达宫古岛 所以越来越多证据 当初刘克湘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他忍不住括号说 这个是泰勒自己的猜测 没有任何的文字资料证明 资本社的这些人 是从这个宫古岛来的 但是现代 目前现在 发哥现在在广播的这个阶段 越来越多证据 证明 在台东花莲一带的原住民 很多和宫古岛 不要说是宫古岛来的 这是台湾去宫古岛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血缘上 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文化 血缘都有关系 其实发哥 去琉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和琉球的朋友喝酒 晚上他们谈三味线 琉球三味线 琉球三味线和京都的三味线 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 最大的差别是 琉球三味线是用手去弹的 像我们乐曲一样手弹 到了京都的三味线 它是用那个 这个代媚的板去 飘去播的 那当然乐曲也不一样 那当然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和这个好朋友 咱们琉球的好朋友 喝酒喝了快乐的琉球人 也是像我们阿美组一样 酒一喝呢 高兴起来就起来跳舞 把毛巾头上绑一绑就起来跳 他在跳舞的时候 唱的歌呢 经常都唱来唱去 拿鲁湾拿鲁湾 就跟阿美组唱呢 拿鲁湾拿鲁湾 还有那个台东的原作品唱的 拿鲁湾拿鲁湾 都同一个音啊 我问他说 拿鲁湾是什么意思 他说没有意思啊 就是个住词 那阿美组的 我问他说 拿鲁湾什么意思 他没有啊 就是个住词 这一样啊 所以这一段东西呢 琉球和台东花莲的关系 事实上是 值得去研究 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好 这里面就描写到 特论描写到 来到资本 那资本的附近的海边啊 他们有传说 他们祖先登陆的地方 发哥去看过那个地方啊 那登陆的地方啊 他们种了 很大的一种竹子在那边 那个竹子 你可以看出来 都上百年的竹子了 他说原来这个地方 竹林里面 原来这个地方 是有一间房子 就是他们祖先登陆的地方 盖的房子在这边 在这个 他们祖先登陆的圣地 其实在阿美组 也有他们的圣地啊 那在那里面 资本社人认为 这个是祖先 从海上来登陆的圣地 这里的竹子 这里长的树木 绝对不可以砍 一砍啊 我们的祖林会生气 会让你死掉啊 而且呢 头目告诉我说 有几个汉人啊 有几个核人 客人 没相信这个事情啊 认为是迷信啊 就偷偷的在这个圣地里面 砍竹子呢 莫名其妙就被竹子压下来了 啊 被压死了 这里很好笑的 泰勒讲啊 泰勒讲的 这个头目讲给他 听这个事情啊 他心里想啊 应该不是这些人 来投砍树的这些 活动人 客人 不是 应该不是被树压死的吧 应该是看到汉人去 去砍树 砍这个竹子 啊 资本社的人 看了很生气 就埋伏着用枪 把他打死的吧 打死的 把他报官吾说 他在我们圣地里面 砍树被树压死的 那么他在这里 特勒 讲到这样的一个 迷信 这样子的一个信仰 和他们的祖先 从外海来 来到这个地方 登陆有关系 啊 那这个传说 我去的时候 你看参加一百多年了 他们还是这样讲啊 他观察到这个地方的人 有大量在使用铁器 啊 用刀 啊 做刀啊 做锄头啊 铁器 还有大量的银 银子呢 白银啊 你知道白银 台湾不才 台湾也没有银矿啊 所以花哥讲呢 台湾没有铜器 台湾没有铜矿 台湾只有一个地方 有铁矿 就是现在淡水巴黎那个 十三行 遗址啊 但是那个铁矿很深 离开泥土很深 几千公尺底下才有铁矿 而且根据那个 十三行遗址底下的铁矿 是从来没有被开采过 古代的原住民怎么可能 知道底下有铁矿 要挖到一百多公尺下去 怎么有可能 所以台湾唯一的 有铁矿的地方是在 十三行遗址 也没有被开采过的 那个迹象 所以台湾的铁器 哪里来的 台湾的铁器 全部是和 外面贸易 来的 和南洋贸易来的 或者是像 福建沿海贸易来的 或者是外国人带来的时候 和他们贸易来的 台湾的铜器 台湾根本没有铜 但是你要知道 在屏洞要台东要 有一些排湾族的贵族 大头目的贵族家 他有世代传下来的铜箭 铜座的刀 这铜座的刀 不是用来打仗用的 是用来在祭典的时候 把它请出来 又供奉起来 变得神器 屏洞有一个大头目家 他有一把铜箭 那么台东有一些 也有铜箭 但是更巧合的是什么 你知道日本天皇登基的时候 日本天皇登基的时候 换天皇的时候 要绞成三种神器 其中一个就是一把铜箭 那到底有什么连结 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历史上的谜 因为台湾不产铜 所以铜箭在原住民里面 有一些家族拥有铜箭 只有大头目有 那把铜箭就是一个信物 神圣的信物 只有在祭典的时候 我会拿出来 表示他们是这个家族的权威 那么泰勒在这里发现说 这里有铁矿 也有银器 有银子这些 显然这个银就是做贸易用的 中国的商人 中国做生意是用银为单位的 历朝历代都是用银单位的 在日本是用金的 黄金的单位的 银本位的 所以这个银器和铁器呢 都是对外贸易来的 最可能是谁带来了 西班牙人和何人带来了 因为西班牙人在你拉丁美洲以后 他没有找到黄金 但是找到了大量的银矿 开采的银 他知道中国是用银当货币的地方 他就把银带到东方来 和中国买丝绸买瓷器 那么这些银啊 也由福建的喉鲁郎带到台湾来 和原住民做贸易的时候 用银器和银器和银器 所以这个资本社带有铁器 有银器 应该都是有贸易来的 讲到这里呢 发个还是没有办法讲完 因为最后一个单元要讲到 宝尚到台东去 今天已经讲到资本 往台东去 在台东上又碰到了什么地方呢 碰到什么事情呢 明天在安静时间呢 就把这个部分呢 把它整个讲完 今天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